大家好,我是宇常 那我之前追那個國民黨黨產追了一陣子 那現在這一陣子收集到一些還蠻不錯的資料 這個資料他先把國民黨他目前藉由各個不同的附水組織所隱藏下來的黨產全部統計出來 然後包含像國民黨他之前曾經投資過的中央投資 然後目前國民黨和相關的產業所持有的不動產 以及比如說像復聯會以前他徵收的這些所謂的繞軍捐 後面會跑出多少錢來 教育部委辦救國團活動 這些數據他裡面都有 然後我想要把它直接可視化成一個網站 然後可以讓大家去了解就是過去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所以我今天想可以的話 我今天會在旁邊慢慢的把它做成很簡單的HTML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歡迎來幫我寫CSS 把那個網站更漂亮一點這樣子 然後另外我昨天還額外開了一個坑後 因為其實當成那個問題最主要還是轉型正義的問題 然後昨天有一篇文章跑出來叫做 黑奴侵略與大屠殺 然後他這個人他設計了一些遊戲 透過遊戲的機制讓大家了解到 就是如果我們大家都只知道這種規則 可能我們就會是這個社會的共犯結構之一 然後裡面有個遊戲就是大家一起競爭 你可能會在遊戲裡面收到一些指令 然後你要塞很多人到火車上面 然後把這些火車開到指令的地方 到最後才發現這些火車其實是那個圖殺猶太人的一個集中營 然後所以我有發想了兩個不一樣的劇本 就是這個劇本是比如說像大陸就是台灣過去在戒嚴的時候 然後警總他的調查局才是因為 會因為就是要獲得老獎的環境 所以兩邊有把那個政治犯的 你抓的人數當成PTI來競爭 然後造成很多人的失敗 然後也許像這兩個遊戲可以拿來做成桌遊 然後想如果說對這個遊戲有興趣的人可以來找我 然後大家一起發想 大家知道謝謝大家